咱们先给这个可爱的小云一朵编个颜色 然后再自定义它的表情 我猜你们应该能看出我的想法吧 如果你和我的想法一样 那说明我们都还是没有脱离低气趣味的人 作品完成 可爱的小云瞬间变成了 呃 这是一款新出的整骨解压游戏 我们测作了一朵可爱的云彩 当然现在被我们设计的不那么可爱了 现在还有点恶心 如果下的雨也能变色就好了 这款游戏的玩法非常简单 就是下雨来临时地上的人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目标 比如现在 我们要阻止这些黑衣人来拆除炸弹 他们是很坏的人 我们要保护好五方炸弹 虽然我是无敌霸气的小云彩 但是这人也太多了吧 给我搞人海战术 太小看我的手速了 好吧好吧 可能是我单身还不够久 是在下树了 其实呢 刚才只是游戏的其中一个模式 我们换一张脸再去试试其他模式 画一个符合自己当前气质的 再加个胡子吧 嗯 这个形象就比较适合做坏事了 如果用小云彩那张天真无奇的脸 就怕你们幼小的心灵受不了啊 看到刚才的任务了吗 临时沙滩上所有人还要躲避太阳 这个就有点爽了 看我狠狠地整一下沙滩上悠闲的人们 该回去上班了 喂 开学了 作业写完了没有 你穿的太少了 小心感冒呀 嗯 刚才天下碰到我了吗 看他笑得这么灿烂 我觉得有点不妙啊 果然任务失败了 那我们就重新做一次 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真的是解压呀 整骨子感觉太爽了 我发现我还有粉丝 举个牌子写的是我爱云彩 不好意思兄弟 第一个把你淋湿了 这个太阳一直追着我 太阳底下的人我淋不到 看来要耍耍战术了 拉打空间再返回 这下全部都淋到了吧 啊 还有三个人没淋到 这游戏有难度的呀 你以为云彩就这点本事吗 那你就错了 云彩是水聚集而成的 如果是油聚集而成的呢 那它可就黑化了 我们现在是可以下燃油的黑化小云彩 只要我们在这个油上 右边的数值就会增加 所以我们是可以补充的 如果我们靠近这边的火焰的话 烧起来了 烧起来了 我们又变成真正的云彩了 但是这一关的任务是 烧掉这个仓库 我们就不要灭火了吧 哦 这个音效 这个音效 你看 这个音效 我们再给它加点油 哦哦哦 烧掉坏链的仓库 全部撒满油 然后再去把火引过来 呼 哇哇哇哇 爽爽爽 我觉得应该差不多了 燃烧吧 我的小宇宙 嗯 火怎么不燃烧过来 我正给你添把油 嘿嘿嘿嘿 任务完成了吗 爽 干了这块大的之后 居然解锁了雷电之力 看来可玩性还是非常高的呀 可以解锁各种技能 按下ZN 哦雷电之力 对不起来 让我来试一下 哦我知道了 这个雷电之力的主要作用 就是把雨伞打掉 让我们再来试试 这个demo开放的最后一关 这么多任务 还有俯视车辆 其他任务都是挺简单的 淋湿所有人 然后赶走乌鸦 淋湿 赶走乌鸦 这个地方还有个水井可以补水 难道用水来俯视车辆 登登 这是酸吗 原来酸也是可以形成匀的 好吧我知道了 要用这个酸来俯视车辆 再加点 大家记住了吗 现实生活中千万不要把酸弄到汽车上了呀 那我们这一关就非常简单了 大家感觉这款新游戏怎么样 感觉游戏质量还不错 画质非常的清新 走的是可爱风 新手引导也很完善 关卡技能度不重复 可爱性也非常高 还支持中文 缺点的话 攻击方式可能稍微有些单调 攻击范围的判定不太很明显 如果加点养成元素的话 可能更有吸引力一点 最后我才发现 这款游戏只有六个人在制作 希望正式发行的时候 能给我们带来惊喜吧 喜欢这款游戏的朋友 现在可以订阅我啦 游戏名称和下载方式 我会放在描述区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啦 拜拜